这个花叫贴耿海棠像不像红莓 朋友你好,我是时珍 这是个养花园艺的频道,翻前订阅 现在是5月下旬,多伦多看到这个开花啊 我都快哭了,为什么呢 我累点滴啊 这颗是从种子发芽来的 9年前这个时候看到它发芽的时候 我是异常的兴奋 因为我是试了3年才发现怎么样 从种子才能让它发芽 前两年都失败了,根本就没动静 觉得这个方法吧 应该是把种子留在土的表面 而不是埋下去 就是漏在半漏半埋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容易发芽 一颗颜色发橘黄橘红 这是另外一颗当时采种子的时候 就是从两个品种 一个红一个橘红采的种子 为什么过了9年才开花啊 通常种子种的开花灌木都是三到五年就能开花 有两个原因 一个大的我都送人了 好几年前就听说他们说都开花了 我都给我羡慕的 第二个呢 我这种在盆子里的不如地栽的 地栽的更容易长得更快 更容易开花 盆栽就要费劲很多 你看多等了这么多年 再加上我也不上心啊 这个种子来了啊 这个容易啊 这么多 这是我的过错 从今年开始 我要好好伺候它 关于这个贴根海棠 今天咱们多说两句吧 去我邻居家转转 这是一棵长在树荫里的贴根海棠 今天也开了不少的花 很漂亮 但是仔细观察呢 它长得稀稀拉拉的 不是很茂密 为什么呢 现在是早上九点半钟 这里还是树荫呢 它种在树荫里了 只有中午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日照 那么就是阳光不充足的时候 它也能活 也能开花 而且长得啊 如果是种盆景的人来说 哎 造型还真不错 换个角度 考虑呢 就是它的适应能力很强 实际上我们家那长得不好 也是日照不够争的角落里 都被其他植物挡住了 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接点雨水 从来不浇水 也就是说它抗旱 一旦扎根以后 它抗旱能力很强 像这种长得稀稀拉拉的 你要不追求它的造型的话 可以把它剪得比较矮 只留地面一尺高 让它重新长得 长很多侧枝 能够长得更旺盛一点 而且紧凑 不占那么多空间 你看这一大丛也是贴耕海棠 好大一丛啊 还修剪得很厉害 如果任其生长呢 应该能长到两米多高 修剪的结果呢 就是你看看 它的花都开在里头了 它修剪啊 实际上跟它的时间 有很大的关系 下面开的花还是蛮多的 这一颗长得应该算是非常旺盛了 因为它是在全阳的情况下 它这个花没有开在表面 我想它去年修剪的时候 有点太晚了 通常推荐修剪的时间 什么时间呢 你看现在开花 也就是一周 它花谢以后马上修剪 现在是5月下旬 也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 是最佳修剪时间 如果你要是7月份8月份修剪呢 它第二年的花苞就会剪掉了 咱们再来看看这一颗 一颗潮南 不一定是一颗 可能是几颗 潮南全日照 没有任何管理 没有修剪 大概有两米多高的花墙 真是花墙了 肯定不止一颗 好几颗 定牌子种在这里 看到这一颗 我才明白一个道理 你只有让它自由的放飞 它才能够充分的 百分之百的展现它的美丽 而这颗的颜色 不是暗红 不是橘红 是粉红 发粉 太漂亮了 这又给我们另外一个提示 在你种植植物灌木 特别是灌木树 这种植物大的植物的时候 要给它留够发展空间 一旦它扎根以后 不需要肥 不需要人工浇水 全凭老天爷的眷顾照顾 这个花墙处于我背后 这个大街是Finch 然后在Leslie和Demius之间 你要开车从这过 不会错过这个壮观的景象 这个贴根海棠花期多长呢 也就是一周左右 花完以后 就是一面绿枝墙 是一个很好的Privacy fence 从它的高度和密度 都有很好的隐私保护作用 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还记得它的名字吗 贴根海棠 英文叫Flowering Queens 这Quins是一种水果 而且这个水果成熟以后 非常香 我怎么知道它香 因为我在种种子的时候 切开的时候 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当然了可能是比较酸 一般通常推荐是做果酱 它的香型什么香型呢 有点像成熟的水蜜桃 然后再加点酸味 看着这么漂亮的花墙 可能真想搬把椅子坐在这坐一天晒太阳 再看看这一棵 从别人家的后院探出了身躯 这一棵有三米高了吧 三米多 应该它的年龄比那一棵还要长 它年龄怎么推算 都是跟它这个房子的房龄相关的 你看这一棵也是自由伸展 它的花都开满了枝了 刚才那个好像还是同一个品种 同一个花色 它虽然是灌木来的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你可以把它下面修剪了 上面留出来做凉堂 再回来说它的年龄 这可能有五十年以上的树龙了 你能等吗 说到这我许个愿吧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欢迎全网搜索 是真家花明 希望有更多你喜欢的视频 这是一个养花云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